再问一下两位老师 就您说你们村不是 每个人几乎都会一点杂技吗 那女孩也都会吗 好多都会 好多都会 对 那比如说你们要是娶的姑娘 不是你们本村的 那就嫁不进去 真的吗 嫁了再练 嫁人那都多大了 怎么可能练啊 大人有大人练的节目 小孩有小孩练的节目 对 那今天夫人来了吗 来了 好 我们有请啊 孔师傅的夫人上场 有请 欢迎您 欢迎 各位老师好 我叫林小米 是那个孔伟的爱人 林小米 当年您是一点杂技都不会是吗 对 零基础 那这个怎么 谈恋爱跟您提的这条件 以前都是那个相亲 就是没人介绍的吧 没人介绍 没人跟您说了吗 嫁到那儿得练杂技 知道 知道 您是抱着一个抱班的心 嫁过去的是吗 免学费的心态嫁的 对 那我想问一下 嫂子您当时就是嫁过去的时候 就选了一个什么样的杂技项目先学的 选了一个灯桌子 灯桌子 上来就这么难的 不扔个球什么的 灯桌是什么意思 就是吵架的时候 啪 过不过 人家灯桌子 您知道吗 一般在我们这个台上啊 您要说了你会什么 你不来一下 我们是不会放过您的 能不能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 小明姐的 好的 我们上道具 好 来 上道具 好 九段结婚是要 好 我拿好了 我拿好了 哎呦 别着急 慢慢来 别紧张 不要紧张 站着旁边带风啊 好 好 好 哇 哎 新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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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久没演了 都都原谅了 但是您指导得很好 我觉得孔师傅一下 就变成孔教练了 孔教练在这一直没停 慢慢地别着急 再翻一个 慢点 一直是这样 再安慰妻子 也在鼓励妻子 多转一会儿 让我们多转一会儿 两会儿 有风 不要 别走了 你们家夏天就这么多了 是吗 孔师傅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小明 谢谢 确实我们这个传统的杂技 这个不光是从小练的这些孩子们 像孔师傅这样有功夫 就嫁回来的媳妇 在这种文化的 熏陶之下也有这样的功夫 虽然三个孩子妈妈 照样表演这么精彩 您三个孩子有没有在练杂技呢 都在练 我大女儿十六岁 我大女儿十六岁 然后我两个孩子就十岁 双胞胎嘛 大女儿是双胞胎 双胞胎 那他们都练什么项目呢 先一开始 先从基本功开始 也是弯腰下叉这些 对对对 先才练的就是柔术之类的 柔术 因为我们现在孩子说上学为主 在礼拜天 礼拜六的时候就练 也是那个孔老师亲自教吗 他就是有时间的时候亲自教他 有的时候我在家的时候在一边知道知道知道 监督一下是不是 就算了